在版本更新后我们终于来到了雪山地区 在探索雪山地区期间我注意到这样一个残骸 按下F后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 这不经引起了我的好奇 随着雪山探索的推进我发现这样的信息不止一个 整理完所有的残骸信息后我获得了一张表格 不能看出这是一张有点二三三位组成的三进制表 为了让大家看的方便我简单变换一下就成了这样 当然为了这张表格更加的扬间我们还需要一个步骤 等等等等是不是舒服多了 把舒服打在公屏上 然后就简单了我只需要找到一种25微密码 啊我傻了最常用的密码不就是要是六个字母吗 一通操作之后我们得到了这样的表格 接下来又是百度时间感谢互联网 按照常见形式一个个去试我运气比较好 第二次就成功了 米哈游的编码方式是凯撒密码 就是将每个字母向后推N位 比如ABC推一位变成为BCD 或者ABC推两位变成CDE 按照网上的几码方式我很快得出了答案 感谢我的让我一眼就看出来26种组合中最突出的那一个 那么答案就出来了 这些冰封千年后的魁蕾 要带给我们的信息是 For the nation We can't forego this skybound power But we failed 为了国家我们不能放弃这种天上带来的力量 但我们失败了 到此解谜就告一段落 喜欢这个解谜的话记得关注点赞投币收藏哦 对于这则穿越时空的消息有多种解释 我提两个比较靠谱的 一是这个信息来自魔化战争时代 坎瑞亚 意味着坎瑞亚人变成魔物的罪魁后手 真的是天外的深渊力量 二是这个信息来自魔神战争时代 由坎瑞亚的前神天上荣光王国留下 解释为他们也想抢夺天理所带来的神之眼 最终失败 解释为他们也想抢复